疫情延烧 云林一位6岁小男童确诊 21号晚间被送到医院时有癫痫和休克的现象 医师担心是猛爆性脑水肿立刻送到家户病房治疗 幸好目前的状况稳定下来了 也由于幼童确诊人数不断的攀升 云林县府也首度自购1万剂唾液快筛 发放给县内131所公司立幼儿园 此外 今天也是高中以下各级学校暂停实体课程的第一天 但还是有3%到4左右的学生仍然到校上课 云林县23号新增本土确诊个案732例 其中就有一名6岁的男童重症紧急收治家户病房 发现这个小朋友他有持续性的颠检状态还有休克 他可能是猛爆性的脑水肿的这样子的一个个案 这名男童21号晚间送到云林若瑟医院 因为有持续癫痫和休克的状况 医院担心是猛爆性脑水肿 22号立刻转送台大ICU 幸好目前状况稳定 而疫情持续烧 幼童确诊人数也在持续攀升当中 一般的快筛试剂 小朋友大多都会抗拒 县府也抢投降 率先自费购买了1万剂的脱衣型快筛 发放给县内131所的公司立幼儿园 受到疫情影响23号开始高中以下学校暂停实体课程 全面改采远距离线上教学 但还是有部分的学生有照顾需求到学校上课 等于是线上实体的混成教学 需要同时兼顾这样子可能是对老师而言比较失利 老师一个人得要兼顾大部分在线上的学生 还得要照顾来学校上课的同学还要授课 老师都快分身乏术 疫情带来不变 学校相关配套措施也同步上路 只希望疫情能够赶快结束 结果正义云林报道